史上最强变形金刚没有之一 全球第一台带拓展的越野房车 彰显中国力量 长5995宽2550高3690 虽然我知道这个大家伙是挺高的 但是我真的再次用我的职业生涯 担保它上蓝牌C罩就能开 这大牛角杠野性十足 三段式越野保险杠修理更方便 底盘来自中国重汽豪沃TX4x4带三把插速锁 龙氏热段桥结构军用级速银舱体 60毫米的6层加强保温层 耐龄下40度去南极都不怕 你还可以把标配版轮胎换成这种1400R20的越野胎 独立开关的摩托车升降架 一键升降一吨一点问题都没有 并且劳固性更强 因为它是直接焊在大梁上的 20000磅的后脚盘 12000磅的前脚盘 总质量13吨 毕竟大哥就要有大哥的气度 来说说我最喜欢的部分 也是最牛的部分 合适后拓展设计 独家专利全球首发 从根本上杜绝了漏风漏水的问题 为中国技术点赞 400匹的超强动力输出 1900牛米的超强扭矩 6AT全自动电速箱 10.5T的排量 无论是动力还是驾乘感受 即使是小曼和善德卡 都得管他叫大哥 而且开车再也不用 只点头了 对不起了AMD 看 它还是个通舱设计 进来玩啊 不躺不知道 原来沙发都这么宽敞 欢迎来到我的家 风格现代居住说是 爱马仕城 Napa真皮还支持颜色定制哦 电动升降桌 带低音炮的亚马哈音响系统 还可以选装卡拉OK系统 选装升降电视系统 超高清六路监控 三菱重工行驻车空调 臭油烟机 西门子电磁炉 多美达160升的冰箱 西门子蒸烤一体的微波炉 它还有特鲁满的燃油暖风热水一体机 还有尾巴斯特等暖风加热器 再参这边 一体式的防水卫生间 还带一个大袭机 400升的不锈钢清水箱 不光要做到用水无忧 还要做到用热水也无忧 加了后头盏果然是不一样 好大的床啊 全车采用的都是日本零甲 全的胶 10级的环保板材 所以一点意味都没有 来自缅甸的右木地板 但是你以为它只能贴心到这里吗 它连6000瓦的双逆变器 都做了防辐射处理 话说我也是知道逆变器是有辐射的 因为升压的时候它就会产生磁 难得了这位大哥这么野还这么贴心 哦对了 这辆车还采用了气凝胶工艺 又叫蓝烟 听说都是用在航空工艺上的 这辆车看来是下了血本了 哇塞 这上面是太阳能板 因为这辆车已经升级到了 1650瓦的太阳能板 24不800m的锂电 还带直流快充的3000瓦的发电机 所以用电无忧完全不成问题 这上面的视野太好了 原价189万 1 2 2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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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